你 因为你说得对 纠结过去的事情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那你昨天晚上就应该直说 何必和我等了整整一个晚上 因为我就是要告诉你 我等得起 同样的 我也拒绝得起 叶淼 你在拍戏吗 演了整晚情深深雨萌萌 你把自己摆到男主角的位置上 强行告诉我说我的回忆不值钱 因为你要保护哥哥 你不能伤害他 所以你就要看天意 天要下雨 我就应该跟叶岭在一起 天不下雨 你就勉为其难地跟我接触一下 是这个意思吗 我是你们两兄弟的弑琴石 我的回忆 需要按照你所谓的天意 来决定是否保留 你不保留 叶淼 你的头顶几乎都快出现弹幕了 飘出彩色加醋的字体 说这是一部家庭恩怨苦情伦理大戏 可是对不起 我不接受 夏蕊您从不相信什么天意 天意 是人定的 天要留这幅画 天要留这幅画 我偏不 并且叶淼 我看不起你 这幅画 喂 哪位 喂 保安处吗 我被锁在食堂了 您能帮我开下门吗 谢谢 我看不起你 来了 拿着吧 整天丢三拉四的 谢谢 烫 昨晚怎么样 是你赢了 还是夏蕊您赢了 烫 猜得到 这是你画的吗 怎么毁成这个样子了 这幅画很简单 你重新画一次不就行了吗 不一样 记忆不能重复 这幅 是她的记忆 谁的记忆啊 月淼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 她是谁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骂我的时候 我不会生气 但是 心里很难过 如果是她的记忆的话 你再画一幅 显然也没有什么意义 不如 我帮你修复她 不用 你那么忙 除了我 还有一个人也合适 谁 谁啊 你啊 我 不要忘了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即使你不喜欢 哥 你明知道我不喜欢这个专业 你是真的不喜欢 还是用不喜欢 来表达对爸的抗议 你早晨 别说是 真好 你自己想请 每个老二娘的处理 我还能不能这样 我想起来 我还能不能这样 但是 我总得 我妈 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